停車場,什麼是天堂,什麼是地獄 我們今天逐個量度給你們看 這裡出名車位寬 究竟有多寬,我們馬上量度一下 結果有百尺寬 什麼新牌子拍都沒怕過 同區不是很遠的佐敦德興街寶萊,出名地獄 入口窄 轉上樓的通道更窄 不過車位又有多大呢 結果是七呎 足足差一呎的比起Element 至於長度就短了差不多有三呎 只能怪位處於市中心就比較輕香 在旺角區 到旺角區 朗豪坊可以說是這區出名寬落的天堂停車場 我們儘管量度有多寬 結果原來是輕輕細圓方車位少少 寬只是差四吋 長只是短一吋 時租二十美照三十多的收費 在這區來說算是合理 金雞可以說是旺角出名的地獄停車場 第一個關口就是入口窄 落到地爐 小車就必須要上架 收費和朗豪坊差不多 不過車位就更窄 這裏是闊六呎八 真是小車的尺寸才能入口 加上這兩邊都有處位 不同的一般停車場地下是線 變成你遷就時 再難度高一點 至於長度 新邁頭出去都只有十三呎七 足足短浪豪坊車位兩呎有多 可以好好體驗一下 什麼叫天堂家地獄味 不過終極天堂 一定是灣仔湖中大廈 最大的特色是車位和車位之間 是有一條兩尺 近乎三尺寬的寬隙 這裏的車位比原坊還要大一整呎 這尺都不夠長 因為車位長度是超過16呎 我發現每層都是皇帝位 身後面這個 它的尺寸比現在的新樓大 有些雙樓大約8多尺 距離雙隔只有1.3公里的銅鑼灣加泊 時租便宜5元 不過車位尺寸就... 這裏的車位 某一兩個是寬的 但大部份都是像那些 我們現在就量度一下位置有多寬 雖然它的線 滑到很寬 但這裡有很大的柱子 所以我們要有柱子 結果在7尺都不夠 只有6尺 5吋寬 這裏的車位比湖中 真的差不多細成一倍 還要起碼轉四層樓才能夠拍攝時租 條通道又窄又難彎 地要和天堂最大分別是什麼 你看記者如何下車就知道 我們一看了 不斷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